大家好,我是愛愛 今天想和大家評一部港產片叫做《癲腦正傳》 1986年作品是由梁柱衛、周云發、存沛、鳳瑞凡、丁妮姐、熱達人駐演 故事講述一名重生會社工如何幫助精神病患者的故事 由開始胃仔是一個街市發癲,阿凡來到,圈點胃仔 丁妮姐想寫關於精神病的題材,所以就跟著阿凡四處奔波 如見不小心殺死自己的兒子的法歌 如見康復了的存沛大不肯吃藥,所以救病復發,變回丁妮四處斬人 阿凡將他殺死,最後由於胃仔再次在街市搞事,不小心斬死阿凡 講到經典當然是徐沛的演技,他不肯吃肉,最後變回丁妞 隔離鄰舍想送他去精神病院,可惜老母不肯 他看見老母被人欺負,他立刻衝出來亂斬人 他一路斬到自己兒子的幼稚園 他看著自己兒子上課,老師扮到藥無其事 可惜後來徐沛發癲,對著老師亂斬,阿凡唯有用槍將他打死 徐沛演技真是厲害呀 好了,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為止,請大家subscribe這個channel 多謝支持,我們下次再見